你好,我是来自韩国未来资产金融集团 在华的平台未来异财投资管理优先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我名叫辛久关 我来上海有13年 其实我来未来资产之前 上海的话2000年来过 但是2000年的当时的上海的陆家水 什么都没有的 2008年第二次来到这里 派到这边过来做工作的时候 这边已经有很多很大的变化 2005年买这个楼 当时买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担心这个楼的路距离是不是不是很高 后来2007年、2008年 对外租任之后没到一年 这个楼是住满了 外租也不少大概大概3、40% 我记得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外租企业当时07年、08年还是来上海这边开办公司 开展自己的业务 这也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变化 连接的工具就是合同或者契约嘛 上海就是中国的一个契约精神的一个代表我觉得 上海的经商 我们这个金融投资的这个行业绝对是最优秀的 最优选的、最好的 外租刚来中国本土确实不熟悉 我们这个上海这边的话 这个陆家嘴全球治管的联合会跟他们沟通 他们也是侧面支持 比如说新出的政策 他们自己也研究给我们解释 定期不定期的召开一些说明会或者交流会 这也是整套的上海经商环境的非常重要 不能忽略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边的话你看到 现在或者往后十年二十年 普希那边呢 也会看到我们手术的回忆 我自己有折叠式的单车 上班的路上 比如说湖南若安 或者安福路 我喜欢 如果问我为什么的话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 这那边房价多贵 就是我们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偶尔想到的就是 我的外婆或者奶奶 一段回忆都有一个密码的 给我想到我亲人的一些密码的那些 所以我非常喜欢 去年疫情刚发生之后 我们也大概过个两三周之后开始上班 动辄就忘掉带个口罩 我就露天这样骑过来骑回去 有一天呢 我真没带那个 然后那边我特别熟悉的有一位阿姨 也是工作女士工作人员吧 她阻软我也不能上床 然后自己就拿过来 自己包里的那个口罩就给我拿 她也要守着她的规矩嘛 是吧 规定 也不失去了一些灵活的 或者人情 我爱上海的 阿拉富士上海 我爱上海的 也不回应 不回应 不回应 感谢观看